今天我們要介紹Panoptics LiveScope 的一些新功能與進階設定 將你的航圖機更新至最新軟體版本 本片使用GPS Map 1223-XSV 做示範 1. 更多的聲納顏色 在LiveScope頁面中點選目錄選單 聲納設定 顯示設定 顏色方案 這七種新的聲納顏色更鮮明、對比度更高 讓你的目標物更突出 2. 聲數圖示 聲數圖示表示出LiveScope探頭瞄準的方向 您可以切換不同的顯示方式 在聲納設定中選擇配置 聲數圖示 您可以選擇傳手向上、聲數向上、北方向上或是關閉 聲數圖示功能需要校正螺盤後才能使用 如果探頭是安裝在Trolley Motor的頭身上 螺盤將無法被有效校正 因為會受到馬達磁力的干擾 建議安裝在轉向軸或輔助感上 在聲納設定中選擇安裝 校正螺盤 點選開始 便依照螢幕指示平穩的轉動船隻 3. 聲數角度、壓縮範圍 LiveScope的聲數角度是20度 前後的範圍則是135度 距離越遠 聲納圖所代表的範圍就越大 也就越難確定目標的位置 以18公尺的拋竿距離來說 這個範圍就有6公尺左右 在聲納設定中選擇配置 開啟壓縮範圍 透過壓縮遠方的聲納圖 可以得到更大的空間來看清楚附近的目標 4. 聲數角度、反向範圍 LiveScope的聲數角度涵蓋了探頭的後方 如果不需要可以選擇將它隱藏 在聲納設定中選擇配置 反向範圍 選擇想要的顯示方式 5. 設定建議 以下是一些與雜訊有關的設定建議 最好 這裡有兩組以Force Trolling Motor為基準的設定建議 但請注意 使用LiveScope時沒有完美的設定 如要取得最佳效果 請隨時調整設定 以上是這次的教學 謝謝收看